他是历史上真实的叶问 此人就是李小龙的师父 一直活到1972年 享年79岁 想必大家对叶问并不陌生 他是永春泉 最著名的传承人之一 叶问1893年 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 原名叶继问 叶问从小家里条件就非常的好 是当时有名的小少爷 叶问从小家教就非常的严格 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 当时叶家的祠堂 租给了永春泉的传人陈华顺 在叶问六岁那年 看到陈华顺在教授拳法 就很想学习武术 当时叶问的母亲 考虑到叶问年纪比较小 身体也不够强壮 学点功夫能够强身健体 于是就同意叶问拜师学艺 他的师父就是当时 非常有名望的武术家陈华顺 陈华顺是永春泉体系的 开宗立派人 叶问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开始在香港教授广东人永春泉 他把永春泉的武术套路 拆解成一个个通俗易懂的 粤语动作名称 让永春泉以简单明确的方式 在香港开宗立派 把原来不外传的永春泉 发扬光大 其门下地死两挺 把永春泉传扬国际 更培养出了文明世界的李小龙 叶问在永春泉术方面 有着极深的造诣对永春泉术的发展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直到1912年12月1日 在香港病逝 享年79岁